当我们聊起在乐坛里的神仙案情时,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就是九月奇迹这个组合了,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他们就是乐坛里的惊痛玉女,他们不仅仅是好搭档,还是彼此的唯一。 可是,在我们认为这段令无数人羡慕的神仙案情能一直走到最后的时候,却传来了他们离婚的消息,随之而来的就是王小伟换了新的搭档,九月也不再有奇迹,新搭档徐子薇的出现让不少人觉得这婚离得太奇怪,而王小伟和徐子薇的配合更是让不少人觉得王小海和王小伟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了问题。 他们在2008年成立,在参加了星光大道之后,被观众们熟知,那一年,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实无前例,因为王小伟用脚弹钢琴,实在是太独特,由此,不少人都喜欢这对有着民族风感觉的组合,在出道16年的时间里,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筷子人口的音乐,中国美,中国饭等等。 这些歌不管男女老少都是张口就来,而那时候,他们两人是否是恋人关系,也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或许是因为刚刚走红,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所以两人没有对此公认不讳,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他们宣布结婚,我们才知道原来两人早就已经地下恋情了12年,而他们之间的媒认是一场车祸。 这对金童玉女相识了16年,在经历了生死之后才走到了一起,苦难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王小海曾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车祸发生的时候,王小伟不顾自己身上的伤,第一时间跑来看自己的那一刻。 在那一刻,他就暗暗发誓,一定要给眼前的女孩子幸福,事实证明,他的承诺他做到了,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起码在一起的时候,时光是快乐的。 长达12年的爱情长跑,终究是没有敌过婚后青年之痒的魔咒,没有诋毁,没有抱怨,只是单纯的希望对方可以过得更好。 其实有很多网友不知道的是,早在几年前的时候,就传出了他们离婚的消息,两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就连同台的次数都是少之有少。 可是大家都不相信,一直到官宣离婚后,大家反应过来,自从离婚后,他们的消息就越来越少,王小伟偶尔还活跃在荧幕面前。 在不久前,王小伟还带着自己的新搭档许子薇亮相,虽然配合的也是不错,演出现场也是十分的热烈。 大家都知道,九月奇迹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是以双排剑跟对唱的,然而就算王小伟的双排剑已经出神入化了, 但是没有王小海的演唱,总是感觉缺乏点什么,不过两人的配合现场看起来效果也不错。 从王小伟的状态来看,毋庸置疑已经从上一段感情走了出来,开始迎接新的生活了,而王小海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自从官宣离婚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态了,似乎是被婚姻伤透了心,这是我们说不准的。 话又说回来,王小伟的新搭档徐子薇到底有什么大来头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徐子薇1979年出生,在他13岁的时候就因为演唱父老相亲,被特招入伍,之后又因为成绩优异,被大连驻军学院特招入学。 但是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离开部队之后就一个人打拼,并且在北京香港之间来漂泊。 在这期间,他生活困难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一直到2006年才还清了全部的债务。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在被发掘之后就一路逆袭,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今天,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由此可见,徐子薇的天赋是不可小觑的。 不仅如此,之前九月奇迹很多中国风的歌曲,都是由他来创作的。 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跟王小伟之间的合作,那么的得心应手。 原来早在之前,他们就已经合作了,只不过一个是幕后,一个是幕前罢了。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王小伟在跟王小海离婚之后,选择了徐子薇当作自己的搭档。 一来是两人之前合作过,彼此都知道彼此的需求。 二来是因为要找新搭档,还得重新磨合,还不如找个自己熟悉的。 至于他们离婚跟徐子薇有没有关系,不用想,肯定是没关系的。 因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王小伟跟徐子薇都没有躲避。 我们知道,当人撒谎的时候,就会语无伦次,或者眼神飘忽不定。 但是这些他们完全没有。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一次采访中,徐子薇就被记者问道, 对于王小海跟王小伟之间感情如何评价? 而那时候他的回答是,婚言是无数丽沙子击撑的塔。 需要时间的累积和堆积,听他话再回想现在九月奇迹的感情。 不难发现,早在之前他们的感情就已经存在问题。 果然是当局者谜,旁观者清。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热恋,所以就能包容对方。 虽然在音乐上他们非常的有默契,但是在生活和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依稀记得王小海在节目中说过,自己是一个比较专注的人,做一件事情就想把他做好。 但是王小伟不一样,他是全能型的,他可以多向发展。 这对王小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一个组合,对一个家庭来说,更是致命的缺点。 如果王小伟想要多向发展,那么家庭肯定是顾不来的。 而王小海呢,则是想平平淡淡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变淡。 选择了事业自然需要放下感情,这是不变的道理。 而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孩子,更是致命的缺点。 总而言这一句话,王小海想要家庭,王小伟却想发展自己的事业,两个脚步完完全全不一样。 最后面临的只能是一排两散,但是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远,也不管他们以后会不会继续同胎,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就像他们离婚时候说过的那样,彼此拥有,彼此爱过,就已经足够了。 事到如今了,我们只能衷心地祝愿他们过得幸福。 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有想要了解的歌星一一留言,我会一一回复,下期不见不见。